韩国检方20号寻求法院判处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两年监禁 理由是他在上届总统竞选期间发布虚假信息违反选举法 如果法院宣判其罪名成立并采纳这一量刑 那么李在明将无法参加下届总统选举 韩国检方20号称李在明为当选总统多次向公众撒谎 寻求法院判处他两年监禁 韩国媒体报道说李在明被视为决逐2027年韩国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 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自动失去国会议员席位且五年内不得参选公职 李在明一直坚决否认所受指控指责尹熙岳政府试图清除政治对手 他20号再次指责检方捏造罪名表示相信法院将做出公正裁决 包括本案在内李在明因涉嫌违反选举法和贪腐等罪名 共牵涉七起案件 预计法院下月宣判 李在明于2022年3月参加韩国总统选举 以微弱差距败给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熙岳 同年9月 检方指控李在明在竞选期间发布虚假信息 谎称不认识牵涉一起地产腐败案的关键人物 因而违反公职选举法